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第十二课巨人山 我们请小朋友翻到一百三十页 我们从第四大题我会造具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图片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有什么特色 这边是一个巨人 那这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 然后我们看他的巨子 他的头发如千年的树根 手臂像高大的城墙 一阵震撼狂风一样的呼吸 差点把人吹得四处飞散 他形容巨人啊 那他就是有从他的头发 从他的手臂还从他的呼吸来形容 光一个这句话就有这样子 有三点的讯息来给来形容 接下去我们看这小朋友 他的眼睛如明亮的星星 哇这个画的真的是很可爱哦 眼睛非常的明亮 没有毛像弯弯的月亮 形容他的眉毛 像弯弯的月亮 长长的头发和两条麻花卷一样 那这样的发型真的是蛮可爱的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我们这我们的造句就是要请你来学习 如像 如像什么样 像什么什么一样 如什么什么一样 我们以前有学过嘛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 比方说天上的星星 像宝石一样明亮 我们还可以继续来想哦 想到星星我们想到月亮 天上的月亮像弯弯的香蕉 也可以说天上的夜月亮像一面镜子一样明亮 接下去太阳呢太阳像什么 太阳像一颗红红的火球 好接下去呢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我们那个房子 房子可以像什么像积木一样 那从101往下去 那那个汽车想一下会动的蚂蚁呢 哦 那你平时在家里呢 爸爸是一家的一家之主 他每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爸爸就像我们家的守护神 那形容那个人的胖瘦的外形 可以说哦他非常的瘦 他的两只脚就像竹竿一样瘦 那如果觉得那个人很胖呢 我们可以说哦他非常的胖 他的他胖胖的两只腿就像大象一样粗壮 那别人的有些人的脾气 形容脾气呢 好 他说我的妈妈 我妈妈的脾气就像一只怒吼的母狮子 哇这只妈妈可能非常的生气哦 那我们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现在呢 我提供几个人物 给小朋友猜哦 我提供了柯南 小丸子 大熊 小智 这个可能就是卡通影片上的人物哦 好 那现在 现在我们来猜猜看 先老师给你的讯息 你猜猜看 蔡老师是在讲什么人物 比方说 他的眼睛如小小的黑洞 他的刘海 像尖尖的牙齿 他红色的嘴巴像西瓜一样 想想看 嗯 刚才老师给你的讯息 你觉得他像 我的提出的人物像谁呢 像柯南吗 好像不是 是大熊吗 不太一样 完全不是小智吗 还是小丸子 哦 他的眼睛像小小的黑洞 柳海像尖尖的牙齿 红色的嘴巴像西瓜西瓜一样 所以 小朋友已经猜到答案了 答案是小丸子 下去呢 我们呢 来 嗯 请小朋友分别用脸上的器官 包括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头发 以及各种联想 再 再 你联想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 呃 形容 形容 一个小朋友的特征 给老师听 哈 比方说 眼睛如小小的黑洞 他的眼睛 有些小朋友的眼睛非常的明亮 他像不像 他的眼睛像明亮的星星 你可以这样形容哦 尤其那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小朋友 他的眼睛就像明亮的星星 如果呢 小朋友一天到晚在家里打电动 近视眼哦 那近视眼的眼睛就不会像是明亮的星星 有些人的小眼睛是很大 大的跟葡萄一样大 哈 那有些大眼睛 真的很很又黑又亮的大眼睛 好 眼睛大得像葡萄一样 那小朋友你是喜欢眼睛小小像黑洞 还是喜欢像眼睛明亮的像星星 还是喜欢眼睛明亮的大大的像葡萄一样呢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个眉毛了 眉毛可以像说是眉毛像弯弯弯的月亮一样 还有一种人的眉毛是长长的像毛毛丑一样 还是还是你的眉毛长得像下垂的国字吧 如果是下垂的国字吧 是不是看起来很沮丧呢 好 还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就像弯弯的月亮一样 好 接下去哦 嗯 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哦 好 来我们翻到前面应该是 我们再翻到前面的课文一百二十七页 好 我会认字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 有两个字 一个是念成呃一个字就叫一字多音 它可以念成累也可以翻成累 那接下去呢 比方说念累的时候累坏劳累 念累的时候是累积累计 上上节课我们有提过 如果念到的时候可以念成倒茶倒数 念倒的时候可以念成跌倒弄倒 好 念哥哥倒茶时不小心弄倒了杯子 倒茶念得傲倒四身倒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好 他一口气完成了累积许久的作业 好 真是累坏了 累积念成勒埃累三身累 累坏的累念成勒埃累四身累 接下去呢 查一查字典 这个差跟量 有没有一字多音呢 好 现在我们来补充一下 差 好 可以念成差 诗阿差 差别 好 红色跟绿色看起来有什么差别呢 好 差点 好 我今天差点了 就迟到了 差还可以念成吃哀差 游差 差事 游差的字符是什么颜色的呢 是绿色的 差事 差事 差事就是说找到一个某个差事 爸爸很辛苦的找 好 找工作 终于找到一个適合的差事 还可以念吃 不卷舌吃 撑撑不齐 好 呃 这次 我有一把铅笔 好 看起来撑撑不齐 意思就是说它的 它的那个 每一支铅笔的长短都不一样 下去量 量 量 它可以念成量 测量 也可以念 念成量 量量量量 比方说重量 好 每个小朋友的重量不同 这是四生量量量 量呢 测量 老师 我们数学的 上数学的时候 老师要叫我们测量 呃 这个 我们的 呃 窗目有多长 好 我们的黑板 大约有几公尺 好 接下去 我们还可以 来跟你 那个 呃 再补充一下哦 好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短语练习 好 又渴又累 好 好 又渴又累的说明就是说 呃 形容事物 好 或是状态的短语 那我们的例句呢 我们可以造成又热又饿 也可以又成造成又快又好 也可以造成又圆又大 比方说 比方说 呃 今天的月亮 又圆又大 哦 我要写功课 我要写的又快又好 哦 哦 我 我放学回家 我觉得又热 又渴 这个 这样子 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 像狂蜂一样的呼吸 身体 毛球 也是 名词 身体 也是名词 也可以说 像树干一样的手臂 也可以说像棉花一样的云朵 好了 我们这节课上到 呃 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上哦 敬请期待